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来 快点下来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爱猫咪 爱多留的梁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 这三盆三色井 其实当初我第一次买的三色井 是买一盆 结果呢 它的筋感 不知道是被什么重摇了 结果它就筋感 整个就一半腐烂掉了 然后拯救没有救回来 我有点难过啊 所以我就又跑去买了三色井 然后虽然三色井是三盆一百块哦 我这三盆一百块没错 可是我不是一次买的哦 我是一盆一盆买回来的 第一盆 然后这个第二盆 第三盆不同时间买回来的哦 但是大概时间都差不多 养到现在大概将近六个月了 你看这一盆 这一盆是当初三盆里面 最先长得像这个这样子 很硕大 然后现在给你们看哦 好开心哦 它整个 整个宅长得满满的 我要是知道三色井 这么会爆栽 这么容易变群生的话 我应该只会买一颗 哎 因为第一颗失败的经验 让我以为三色井很不好养 结果 喜欢就一口气买了三颗 现在有点后悔太多了 你看这一颗 它只有爆一颗窄哦 虽然它还是长得很搭 然后这一颗小小的 其实三色井要这样小小的 我觉得比较精致美啦 它虽然也有爆栽 但是没有像第一颗这么巨大 长得这么多栽 我刚才有很认真的数过了 它这间一整圈的栽 总共有十颗 十全十美呀 真的很不错哦 其实我们由这三颗来判断 因为我买来的时间差不多都 相差一个礼拜而已 这个最先来我家 然后再晚一个礼拜 这个也是再晚一个礼拜 然后你看 那就有差咯 然后其实它们都是从 那个小三寸一个单头养起的 你看 状态是不是就差很多 然后呢 我用这个大盆来养 然后同样是大盆 有大有小 因为 这两盆的根系长得比较好 这一盆呢 根系比较不好 吸收比较不良 所以它就比较小迷你 但是小迷你也有小迷你的美啦 我一开始养这个三色颈的设定是说 我要把它的那个杆子养长一点 然后其实它长这么多的侧牙 本来我是没有料想说 它居然这么厉害这么会暴展 所以本来是想要三盆合在一起 但现在我看单独这一盆就已经够大盆了 但是为了不要让它再暴涨 所以我打算先稍微给它控养一下 不要再让它太暴炸 不然真的是 太大了也不好看 因为三色颈就是普通大小 然后你看它这个都类似有边边 挺好看的 粗状态还会外层的叶片 有一点粉色的血斑 真好看 我希望我也可以养出 有状态的三色颈 当然就是要看老天爷啦 天气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是希望它温差大 就可以养出美丽的三色颈啊 所以你看这三颗 你又外观可以看出 这一颗的根系长得比较不好 这两颗的根系超好的 那你们看这样满满的 我怎么浇水 很难啊 三色颈这样很难浇水 但我也没有用浸盆的 我都是从这个缝这样 敲灌进去 这颗有开始控养了 所以没有继续爆炸 本来它是跟这个长的一样 但这颗其实我本来也有控养 可是前阵子不是下雨吗 有淋到雨所以你看它就开始爆炸 所以你们如果不想让你的多肉长得太疯狂 太爆炸的大 记得淋雨适当就好 不要让它淋太多啊 不然真的会爆炸 我想把它控养好 等秋天再来换一个适当的盆 因为它挤成这样 真的是超难浇水的啦 这颗小迷你这样子 其实有小迷你的美 这颗我就打算把它控养个小小的 好了 今天我的三色景 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咯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咯